大家好,我是鄭開源 然後我大家好是SuperBeal 然後今天我講的是Pymax 關於我自己介紹的話 我是平常在做那個Mobile 那個手機開發,大部分是iOS 然後Emax跟Python使用大概今年是一年 然後我在新竹有做那個Pyhug主持 然後下面是我的那個簡介 到About Me就可以看到了相關資訊 然後目前都會掛在那個IRCV Note上 然後今天的Talk呢 我主要會講一些大部分都是Emax的事情 因為我想問一下 在場有多少人知道Emax這個東西呢 很多人真是好 這是個好事 不過呢我盡量還是 我還多多跟其他部分人再介紹一下 什麼是Emax Emax就是一個編輯器 然後這是它的那個主要的介面 然後它上面是它的Logo 然後是它的那個Windows視窗 然後它下面那個看不到的地方 有一個叫Buffer 就是它輸入指令的地方 跟Vin的那個模式很像 大概我先這樣介紹就好了 然後人家會問說 那Emax它是個編輯器之外呢 那個它跟其他編輯器有什麼差別呢 嗯 嗯 就 它是個很奇妙的東西 我知道 它從 如果以這個編輯器學習曲線來說呢 那個Nopad是沒有什麼學習曲線的 然後 然後 再看到那個 Vin Text Excel 也沒有什麼學習曲線 就是一點點難度 然後 Vin的話 因為我個人也玩過了大概兩年左右 它是一開始真的滿難上手的 就是你要記一大堆它的那個Vin Language 然後去做那個快速移動的功能 這也要很努力的去學習 然後 這張圖會拿出來就是因為 Vin Max它在圖上是一個很奇妙的東西 然後 它本身就是一個很奇妙的東西 然後 那既然這個東西那麼奇妙 為什麼要用 Emacs呢 其實這個原因很簡單 因為 你可以hack它 你可以 它是一個 那個open source的東西 然後 它是一個 可以 它可以我們全部 整個核心都是公開的 你可以hack它 你可以 去hack它 去做很多的東西 然後 因為 一開始我學習的時候 就知道很多很多事情 我覺得那些東西 對我也沒有那麼重要 就是 你可能煮咖啡那些之類的 其實真的沒那麼重要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我可以不用把手 鍵盤上離開 這是屬於一個 Programmer 這個鍵盤控的結構 就是 很好 我可以在我的控制範圍之內 去用我的 Emacs 然後 Vin也是一樣的情況 對 然後 除此之外呢 我後來在開始使用 Emacs之後 我才知道說 有很多文件 然後 我可以做一個Hacker 可以做一個Hacker 跟Emacs 有點相關性 所以這邊提出來 就是Hacker 就是勇於挑戰現有的體制 然後 覺得可以改變系統 然後 可以讓世界更進步的一個玩家 可以讓世界更進步的一個玩家 然後 決定Hacker 是 就是關鍵在於它的思維 就是Hacker是一種思考模式 並不是 它一定要破壞 或是攻擊別人之類的 這個是從那個投影片 用Hacker思維學習裡面 我能夠解決出來的 我覺得它講得還滿對的 然後 Emacs 我在這邊還是做一些基本的介紹 因為我常常會忘東忘西 所以事實上我常就會去那個 用它的指令去查 所以我現在先從它開始 如果要學習的話 我從EmacsTutorial 就是按CtrlH加T 就可以叫EmacsTutorial出來 然後 它移動的話 就是 你頭頭裡面會講到 就是BNPF 這四個指令 它就是上下左右四個指令 可以移動 然後 這是 這個指令 其實很有趣的地方在於 如果你用Mac的話 那 全部的TextBus都是這個東西 然後 CtrlX加B就是切換Buffer 然後 我今天會用到的是CtrlX加E 就是執行它那個Lisp 中間 跨幅中的Lisp 然後 如果我剛剛講到 因為我會常常忘記這些東西 其實那個腦袋有點小的關係 所以我會 需要查詢我當下這個切換的Mode 是有什麼東西可以用的 有什麼指令可以用的 我就用CtrlH加上M 就把當下Mode 它的Document給列出來 好 我剛剛講的那00鐘的東西呢 我這邊一定要提就是 Imacs熱鏡真的很難按 在你剛開始接觸的時候 它是一個非常難按的東西 因為呢 它那個Ctrl鍵的位置呢 在正常的鍵盤上是錯的 然後 尤其 然後我個人會覺得說 像我自己不常用到那個大寫鍵 就是Coverlack 它很少用到 然後因為Ctrl鍵的位置 是非常非常難按的關係 它就會像這樣子 它就會像這樣子 它就會像這樣子會按到 然後按到之後 你就不知道 嗯 手感就不好 這是我個人的龜毛的地方 對 然後 然後 Emax 有些大家網路上就會看到很多 Emax跟Vin的差別 Emax跟Vin的比較 然後 當然還有 Emax跟Summitize Text比較 我覺得這些都是一種 沒必要的東西 因為 編輯器呢 這些 就是這些成年老問題呢 其實編輯器只要找著你需要 你好用 合不合用的問題 你也許會找到一個很好的編輯器 然後你自己喜歡 然後就好 然後我個人是最近喜歡Emax 就這樣 我之前是喜歡Vin 這其實沒有什麼 一定要用 哪一顆冰淇淋器的問題 你只要選擇你喜歡的東西 就好了 然後 那為什麼 不同時用Emax跟Vin呢 這個問題 我 之前在網路上看到一個東西的時候 就發現 因為 就同時用Emax跟Vin的人 這個其實早就被燒死 就是一個小小的有趣的梗 就是一個程式員時光指南 它上面就有一個表格 然後填 然後我就說我喜歡用Emax 我就勾起來 他就告訴你說 這個應該是不存在才對 然後 也會有 因為Vin的關係 所以人家說 為什麼 應該是不是要在Emax 裝在Server上呢 這個事情 然後 Emax是不是應該裝在Server上 我應該怎麼去使用它 怎麼去用它 我在 那個 最近 Emax 在Server上 他就說 Emax 他就說 我從來不會在我的Server上 裝 Emax 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 事實上 以Emax 角度來講 就是說 你應該去 存取 它那個網路伺服器上的東西 然後去控制它 而不是在 伺服器上裝它 你就可以用你的筆電 或桌機 然後去存取網路上的東西 然後這樣子會讓你 會更好使用 然後效能會更好 因為其實Emax 跟Vin 比起來會有點肥 這樣子 那 這邊大概是這樣子 大概是Emax的簡介 那為什麼我要會用Pymax呢 其實不是因為今天來Python的廠子的關係 是因為Python很好去 然後Pymax是可以做一個擺頂的功能 主要有一個個人的原因 大部分是因為沒有人會寫Lisp 比較有一個人會用Pymax Pymax 其實有點難寫 不是 是 Limax Pymax 它不像一般的程式語言 那麼容易去懂 它是有點 因為它是韓式的程式語言 然後 如果你 沒有人會寫的原因 應該說 沒有人會寫的 沒有人會寫的話 你想要Hack Emacs 然後你就可以用PyMax去做 那我要怎麼去裝PyMax呢 因為我這個Python 它因為它是兩邊binding的東西 所以事實上你兩邊都要裝 然後兩邊都要裝的話 Python那邊就是你要把收拾扣抓下來 然後你就make install 然後emax那邊它在2.4版 24版之後 然後它就有一個那個packaging manager 你就用那個packaging manager去install它 它就裡面就會有那個功能 然後我作者還在講一件事情 就是為什麼它沒有做兩邊開發同時裝這件事情 因為它說對於一個使用者而言 我們使用package的時候 兩邊都有的時候是好東西 可是對於它而言 兩邊都不維護才是好東西 所以它就不做了 那PyMax在用的時候 你會遇到要debug它的問題 就是我要去做它交互中間那個交互的結果 然後它的那個視窗會 它有個東西叫PyMaxBuffer 它執行之後會產生 它會有這樣的內容 然後這個是我執行一次的那個過程 我執行一個event 然後他們會有大魚跟小魚 然後大魚小魚 意思就是大魚是從emax送到python 然後它接回來的時候 然後它就會從那個python接回來 它傳回什麼值 然後中間是這樣連續交錯的動作 然後它的運作原理事實上就是 它一開始你在把PyMax開啟起來之後 它開一個process 再用emax process在那邊等待 它做起來之後 它就會用地回方式一起去回 它就是比較簡單 因為它們說它這樣做的結果 它做著說它這樣做 是因為為了說 我今天Python有它自己的parse 我只要做一些很簡單的傳遞 然後其他東西又讓它們原生語言去做 我這邊再講一下它那個 有些簡單的應用 就是PyMax有X6 然後這對應就會看到第一段 Lisp承示碼 雖然說 可能會很 有一點點難懂 我盡量解釋它 PyMax它X6 就是它指前面它的執行功能 然後我會把執行這個print hellopython.com 這個東西 然後執行它之後 它 因為它是PythonExit 它是Python的那個Statement 所以它的回軟值 永遠都是Nu 所以你沒有辦法從這個指令上 看到一個結果 因為如果你要執行的話 事實上不應該用PythonExit 不過後面會提用別的 然後我現在講一個簡單的Hello World 我今天寫一個簡單的Hello World的時候 我今天一樣用PyMix 我現在用PythonExit 那邊裝好了 所以我就ImportPyMix裡面有個Lisk class 然後Intersection是它那個 Image裡面會有一個Dictionary 然後它是拿來告訴那個 交互使用的一個Dictionary 然後你可以在這邊拿到一些資訊 你可以把東西塞回去裡面 然後我寫了一個class 叫Hello World 然後這下面Python正常的那個Document 然後我用 我要讓那個Image顯示一些字 我用Lisp然後Insert 然後就把這段字寫好 用Python的方式寫好 然後再把這個class寫到它Dictionary去 然後這樣子它在Run起來的時候 它就會幫你把這個東西給掛起來 再掛起來的意思就是說 我今天我用PythonPyMax打load 就是Dashload 然後我前面加上我自己要load的那個 那個Package名稱 我先寫了一個剛剛的Package名叫 Hello Emacs 然後它的前置值是Hm 然後它就load起來之後 它就會把它當作一個 它就會產生出它的那個Lisp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用 在Lisp裡面使用 就是這行把它打上去Image 然後你在最後面的跨幅的範圍內 然後用CtrlX加1 就會產生出那個Lisp的Function LibreFunction就是它會長得像剛剛這樣子 它Hm就是指它的前綴詞 然後HoloWall是指後面的 剛剛裡面的Function名稱 就會跟這個名稱會對到 就是它會直接就可以撈到你的那個DefineFunction 可以在那裡使用 然後它那個Document 它就長出來之後 它這個當然它除了那個基本的功能之外 它還可以把那個Document給抓出來 然後它的抓出來之後會長得像這樣子 然後它會告訴你 就是這個就是前面我在寫那個Document的部分 它提示你說今天這個功能有什麼用 這個是蠻好用的一個就是提示 這個其他編輯器也有這個功能 所以這個是很基本的 現在也要講是很基本的 那我執行它的時候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呢 這個是我剛剛承認出來的HoloWall 我只要在最後面的地方 然後Hm還是HoloWall 它就會幫我把它insert進來 這是它執行的結果 這個是非常簡單的example 然後我再來一個簡單的example 我現在這個example就是我從PyMax繼續把那個Lisp拉進來 然後一樣做一樣的動作 然後我今天做的事情有一點不太一樣 我有選擇的區域 我有那個它start point跟end point 然後可以抓到它的起始點 然後跟結束點 我抓到起始點跟結束點之後呢 我再把這個每個字給拆出來 然後每個字拆出來之後 我再把它本來的那個buffer清掉 清掉之後再insert進去一個換行件 這樣子結果就會讓我本來輸出的結果會有改變 我覺得這樣子就是一個簡單的互動過程 就是我今天可以改我自己 然後我把這個buffer給改掉 然後直接把這個buffer給改掉 改掉之後再回傳回去 然後一樣我再把這個buffer 這個東西放到那個dictionary裡面去 然後就可以使用它 然後我現在今天就是剛剛做的那個example 我現在把它mark起來 然後mark起來之後 我就可以把它給做一個 執行的動作 因為我剛剛的這個程式是需要mark的一個範圍 我今天有這個mark範圍 我今天沒有做其他特別的那個判斷 然後我把mark起來 然後執行它 執行它這個功能 因為我是測試而已 我就執行它 用這個剛剛roll起來的function 用那個roll起來的function 然後執行的whyspace 這樣子它就會變成一個剛剛的執行結果 就變成hello.pycon.tw 換過行 對 大概是這樣 嗯 好 Live demo 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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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然後 因為我怕會炸藥所以我做了一個小技巧 好 就是我今天在那個把 這是我輸入的過程 然後我用其他一個小技巧把它給function 來 然後我可以看到它的那個 這是我剛剛打過 我之前打過的call 然後我把這個東西roll起來之後 我在這邊打了一個prefix 好 然後 然後 在下一步驟呢 我就是把它這個function給call出來 call出來之後 我會 等一下會驗證它的那個結果 中間是我寫的另外一個function 然後 這是剛剛第二個example 這是兩個example的那個過程 嗯 我中間 曾經嘗試做一些事情 嗯 不是這個部分 我先不demo 好 測試它的結果 是不是好的 我寫了一個東西 之後呢 我就來寫一些簡單的document 這是 上面的那個comment 然後 我最後 再做一個 執行的那個事情 糟糕過頭了 大概是這樣 然後 這個是 的demo 嗯 其實 這邊 在這邊 我做一下 我可以看到 我在這邊 再繼續解釋一下 這個簡單的界面好了 就是 我今天按這邊 按ctrlx 它左下角的那個mini barf 會提示說我已經按了什麼鍵 好 再按ctrl1 就會直接執行剛剛的結果 是這樣 OK 這個是兩個example 這個是兩個example 然後 然後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事實上 那個pimax 那個document寫得很夠 然後emax 相關的資訊的話 是放在那個emax wiki上 然後 它的那個 也可以在StateOverflow上 查的東西 然後emax 在GuruPlus上 也有一個 那個communication 可以查 然後Freenose的TW 是那個emax上 然後emax 他們 還有一個Freenose上 也有一個emax 它那個資訊也非常的多 可以查 所以 嗯 希望就是 現在大家可以用來 用emax 然後簡簡單單 開發時間 然後做得還不錯 然後希望有 因為還有更多的東西 這是我的結論 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就可以來 HAPPY HACKING 來做一個快速的那個hacking的功能 恩 謝謝大家 那大家有問題想要問 嗯 那大家有問題想要問 嗯 是不是Veal的嗎 欸 這邊 我想問一下 在那個Python那一段啊 你import了那個Lisp package之後 它是可以拿到目前Lisp環境下的所有函式嗎 對 可以拿到所有函式 那即使是別人的套件 你只要在裡面有require過 就可以在Pymax那邊用嗎 是 是 是沒錯 OK好謝謝 欸 前面 我想問一個問題喔 嗯 因為剛剛那個是 你都是用call一個 就是emaxLips的function 然後沒有帶任何參數 所以我想問一下 比如說emax的list 因為emaxLisp裡面是以list為主 那他怎麼去mapping到Python的什麼 就是我如果 我可以傳參數 兩個問題 一個 我可以傳參數給Python嗎 第二個是 那個參數 比如說list 是怎麼樣mapping到Python的 東西 OK 這個忘了講 嗯 第一個問題的話 他是那個 其實他的那個 環境變數裡面 是可以傳的 可是我沒有實際上去踹過 他的那個行為 對 然後他的東西 因為我沒有實際上 完全的去那個做過的事情 我都是只是抓變數 這樣傳遞 然後他的功能 應該 理論上是可以 對 可是我不知道實際上 真的正確怎麼去做 然後 因為這個 最後這樣講的原因 是因為 我有個example 可以拿來用 等我一下 這個 這個 那個螢幕可以切一下 到 這樣子的電腦 謝謝 他在 他的那個mapping的關係的話 他今天 我今天那個 我要使用那個 如果是Python 要去使用emax那邊的話 他事實上都塞到 他Dictionary Lisp 這個裡面去 然後 他的那個 實際方選的話 就會像 就要用這個方法去塞 然後他就可以去 用call Lisp的方法去做 然後他有兩個方法去做 一個是用 像這個 Dictionary的方法 直接指明 我要call那個Lisp的方法 然後 他的那個 下面這個行就是 他可以直接 去顯示 然後叫那個Lisp 去call他的東西 然後 也就是說 我今天我要使用emax裡面的資訊的話 只要 只要在這個 Lisp這個object裡面 直接做使用 就可以了 然後他就完全會對應到emax裡面全部的東西 下面這張執行 然後會這樣這樣子 然後 有 有 然後 是的 有人還有問題嗎 那還有其他問題嗎 可以舉手 那 如果沒有別的問題的話 我們就會謝謝 鄭開源先生為我們帶來的pimax這樣子 謝謝